警方要查棄不法 可能面對各種危險 根據統計 最近五年來 有七名員警在職勤中訓職 受傷的人數更是超過了兩千人 有學者認為 警方在相關的工作訓練 也可以檢視 有沒有可以精進的地方 避免憾事重演 親自趕到案發地點 台南市長黃偉哲表情很沉重 因為轄內兩名員警疑似追捕 張車通氣犯 雙雙欲襲身亡 縱使對案情不透露 但他強調 已經要求全力棄凶 重有撫恤 那配合中央刑事局 以及所有的警力 投入來在最短的時間內棄凶 那希望說中央也能 和與最最優的撫恤 警察執行查期不法面對高風險 過去也曾發生襲警的重大案件 包括十七年前新北市系指一對兄弟黨 趁著員警牽巡邏丹持刀從背後攻擊 造成警察一死一傷 還有二零一四年震驚社會的夜店 殺警案 大批民眾在夜店外知識 台北市刑警薛真國穿便衣 道場關切遭到唯有死亡 這類攻擊事件 往往趁人不備 警方又該如何面對 一般都是建議他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 警政署之前有推戰術三保 就是距離然後掩體 還有隨時使用武力的戒備 不只戰術三保很重要 警局教官也說遇到現刑犯或嫌疑犯 兩名警察必須和嫌犯維持三角站位 為了避免對方藏力氣攻擊 一定要先上銬再受身 但接連這五年警察執勤死亡 陸續出現欺人 執勤受傷數量更多 更超過了兩千人 有學者分析 因為嫌犯處在絕境 狗急跳牆才會決定力薄一把 遇到突發緊急情況 警方能不能第一時間反應辨識 立即採取行動 在零件盤查過程 有沒有過於鬆弛疏乎 學者認為警方在相關的工作 教育訓練都需一一來審視 不讓殉職憾事再次重演 記者傳職甲台北報導 記者傳職明